好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番棋是4月12号进行的一场往棋赛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袁胜珍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 双方在双方定型 走了一个定式 白棋没有拆三 而是往左边抄大飞 这手棋一看就非常有套路 接下来黑棋挂脚 白棋高挂 然后走了一间低加定式 这也是棋中的一个下法 黑棋飞压定型 之后黑棋可以扩张下方的潜力 直接在右边飞封的话 白棋也有应对方法 可以靠完之后往上冲 再往左边一冲 这里黑棋就封不住了 因为黑棋如果说冲断的话 白棋断打 黑棋要沾 黑棋下方还有断点 实战黑棋在上方打入 然后白棋飞出 这里白棋出头的话 黑棋右边肯定要补齐了 因为黑棋之前选择的是四路飞 不补的话白棋打入 脚上有这个跨端的问题 然后右下方这颗子也没有安定 所以说AI的建议是 黑棋马上补一手 白棋往上一压 黑棋这颗子还可以继续做活 贴住白棋单长 黑棋在上方还有些先手 可以扩大眼位 这块棋做活肯定是不成问题 或者说直接保留这一带的变化 直接往左边打入 白棋脚上要补 然后上方还露着风 这里黑棋的手段就特别多 实战黑棋先在下方拆边 毕竟这里还牵了一手棋 白棋压一个 然后黑棋再往右边跳 接下来白棋在脚上收空 这里黑棋也可以长一个 因为白棋要继续补 补走的话黑棋可以靠下去 补一手黑棋右边碰 这里还可以腾罗 实战黑棋飞 不过这个地方白棋可以拖先 在右边补棋 把这里的空围的比较扎实 脚上这里黑棋扳住的话 白棋可以反扳 然后直接爬回 这样白棋上方的空也就全部围住了 实战白棋团断 形成作战 黑棋先搬一个 这个是次取 搬完之后紧出白棋的气 再贴下去 白棋往左边断打 以后黑棋在上方二路打持 这里黑棋的眼位还是比较不错 接下来黑棋碰一个腾罗 因为黑棋左右两边气都比较紧 不管从哪边打持都会影响到另外一边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还是要先往上一碰 白棋那般的话黑棋就断 这里黑棋不怕 打持黑棋长 再一打黑棋打持完之后沾上 还是可以在上方做活 实战白棋外扳 黑棋断 白棋如果说打持完之后再长的话 那黑棋左边打 就可以在上方打持 直接做活 也把白棋这里的空全部掏掉 实战白棋单长 然后黑棋连回 白棋打持 这里黑棋真贼有力 所以说可以跑出这颗子 白棋粘的话 黑棋拐住 然后再扳二字头 白棋要想出头的话 肯定要断打 这样黑棋在这里拔一朵花 还是比较扎实 白棋补一手 黑棋上方打持先手 也可以做活 这样黑棋两边也都可以走到 实战黑棋要如打 直接活棋 不过白棋外面拔一朵花 就比较厚了 接下来白棋贴住 想要在左边围空 黑棋这里可以考虑小飞 如果白棋打持的话 那黑棋可以从旁边打持穿出来 白棋连回 那黑棋跳一个 然后再拆二 把这块棋安定 这个棋型跟实战相比 实战黑棋跳一个再双 肯定要比这个形状要舒展一些 然后白棋抢到个先手 在下方打入 破空 黑棋拆过来 白棋跳 黑棋往脚上一飞 安定 以后左边有这个冲断的问题 那这里白棋还牵了一手 其要补 之后白棋先往右边打入 黑棋飞照 然后白棋冲断 这里作战的话 黑棋可以贴住 这样的话白棋长 黑棋搬 白棋打持完之后补断 黑棋再往右路长 就可以先把这块棋连回了 外面白棋一手棋也封不住这两颗棋筋 那这样作战的话 黑棋不用担心 实战的黑棋长一个 还是把白棋封住 这里白棋直接打持 黑棋就往前长 那白棋冲下来的话 黑棋可以拐住 白棋外面还有断点 接下来白棋先往上点刺 黑棋挡住 因为不走的话 这里还是有跨端 白棋长一个 黑棋贴住 然后白棋扳 黑棋双一个 白棋如果说 直接压一个封锁的话 那黑棋可以断 这样就走成大头鬼的形状 白棋的气也比较紧 那黑棋可以长气 接下来白棋还是虎一个 直接做活 那黑棋就跑出去 那之后白棋补一手 黑棋飞 白棋这两颗子 也就不太好逃跑了 那这里的定型 就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来白棋 左下角这两块棋 还没有安定 就看白棋先补哪边 补左边的话 白棋可以先往上飞 攻击黑棋 同时上方还 沉出一些潜力 然后等黑棋往外出头的时候 白棋再把这个断点补上 这样的话 黑棋也来不及 在下方动手 虽然说白棋这里的联络 还存在问题 但是黑棋左上大龙 现在也不是完全活棋 实战白棋往二路飞 坐眼的同时掏空 那黑棋就在左边冲断 断在这的话 白棋还是应该 气掉这样的个子 虎一个 本来走到这一下 就会影响到黑棋的眼位 然后再往上震头 这样黑棋还是稍微有些危险 可能会被白棋封锁 实战白棋往脚上打持的话 首先这块棋活得还是比较委屈 黑棋打完之后再一尝 这里的眼位就会好很多 白棋外面这两颗子 还容易被封锁 这里AI的建议是白棋冲完之后靠住 直接做活 黑棋要是跳一个 这个是棋型的要点 那白棋往上掉一个 之后在这里定型 这样白棋的步调稍微快一点 实战白棋直接尝一个 然后跟黑棋往前跳一个交换 白棋并不便宜 这里白棋已经不能在外面继续走棋了 黑棋往脚上补一手 那白棋这朵花就死掉了 所以说白棋靠住做活 黑棋往上贴住 白棋跳 黑棋飞 白棋这块棋还是显得有些重 接下来黑棋往前一跳 把白棋分段 这两块棋面临被缠绕攻击 如果说白棋继续往前逃跑的话 黑棋跟着走 那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左边这一块 所以说白棋选择原地做活 顶住 黑棋二路立搜根 是比较狠的下法 这样的话白棋局部不活 实战黑棋顶完之后往上长 那白棋往三路小尖 然后靠压出头 等黑棋飞风的时候 白棋再往二路虎一个 这样的话这块棋已经火起了 不过黑棋也通过攻击得力 在中间这一带增加了不少目数 接下来黑棋可以往前跳一个 白棋往上方寻求联络的话 这个效率并不是很高 实战黑棋往前压 然后白棋冲 黑棋双 白棋扳住 黑棋反扳 继续违控 白棋靠住 因为旁边还有个断点 黑棋扳 白棋反扳 看上去白棋的棋形好像有些单薄 但是如果黑棋直接打吃粘上的话 白棋往左边打吃先手 再往前一长 中间这里的联络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以后还可以把左边粘上 白棋这里还成了不少目数 实战黑棋长一个 然后白棋往旁边夹 这里如果说黑棋冲断的话 那白棋断打相当于把这里的断点 那先手补掉 然后再往中间定型 这样白棋可以把这里的空全部撑住 完全可以弥补左边 损进去的这颗子 实战黑棋夹一个 然后白棋扳 黑棋如果说反扳的话 那白棋断打完之后打吃 这里还有棋 因为白棋沾上这颗棋筋的话 黑棋左下方这一块还要继续后手补活 这样的话白棋往右边打吃 那黑棋这里的空就被打穿了 实战黑棋长 白棋再往前压 这里双方的气都比较紧 不过白棋还是应该扳 扳的话再往旁边补一手 这个木树要比实战好很多 实战白棋打吃 那黑棋左边暂时也不用补 黑棋往前挺投 那这里黑棋的木树肯定是便宜了 因为白棋往左边冲的话 黑棋还可以沾 这里也断不掉 白棋提掉 黑棋就沾上 最终白棋还是要补一手 那左边黑棋已经安定了 上方随时可以吃通这两颗子 这里的定型白棋比较亏 接下来黑棋往右下方猴一个 白棋往二路跳做活 黑棋护下来 白棋陆立 黑棋再往脚上一跳 这个都是黑棋的权利 白棋做活的话也可以冲完之后团出 黑棋团住组度 那白棋就作业 实战白棋一路爬回 然后黑棋在上面收空 搬瞻的话 AI认为稍亏 可能跳一个更好 实战黑棋搬瞻 然后白棋跳一个 黑棋联络 这里白棋要继续补 不走的话被黑棋往前冲 白棋上面要补断 外面还有断点 所以说白棋拐住 那这个时候还是黑棋优势的一个局面 接下来黑棋二路沾 白棋往旁边一猴 那黑棋先往二路立 白棋继续补活 黑棋在赤柱左上方这两颗子 那接下来就简单收关了 白棋一路大飞 然后黑棋虎一个靠住 这个都是常规的定型 白棋再往这点一个 这个棋因为黑棋中间这里的断点非常多 棋也比较紧 所以说黑棋要补一手 白棋先手连回右边这两颗子 黑棋补 然后白棋往下方一虎冲 之后双方回到右下定型 白棋团住 然后往上方一扳 左边一路扳瞻先手 再往下方一团 这手棋也是个先手 黑棋要是不走的话 白棋往这挤完之后打持 黑棋沾上 白棋还可以往前一冲 因为黑棋 右边这块棋比较紧 所以说这里必须要补 实战黑棋沾上 然后白棋往上方一沾 黑棋一路立 白棋在脚上做活 接下来黑棋在上方团住 右边冲 之后都是比较必然的变化 白棋 把上方这一块全部撑住 然后左边团住 再往这儿作演 黑棋挖完之后 选择撑这个棋 这个棋明显白棋的负担更重 因为被黑棋再提过来的话 直接就会影响大龙的死活 所以说最终白棋还是要选择沾上 然后黑棋往上方团住 白棋冲完之后挤一个 这个都是白棋的先手权利 再往左下方一起 这里也是先手 黑棋如果说不补的话 被白棋打吃完之后断 这样黑棋就被分开了 因为打吃的话 白棋还可以继续跑 黑棋沾白棋沾 所以说黑棋拐住补一手 接下来在右上方定型 然后双方继续拼上方这里的一个截针 那黑棋选择打吃 其实这个时候黑棋已经比较优势了 所以说也可以走得比较简明 王一陆立 这手棋本身价值就很大 白棋要是把这个团住的话 那以后黑棋往脚上冲一个也是先手 实战黑棋打吃 提过来 然后白棋找结材 再提结 黑棋冲一个 沾上提结 因为这个结还影响到白棋大龙的死活 所以说还是白棋比较重 接下来黑棋扑提结 白棋往中间扑一个 再提过来 黑棋左下方一点提结 最终白棋只能沾上 那最终 走到黑棋往下方一路搬的时候 白棋就认输了 白棋的空肯定是不够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